OK,所以一样了 就,等一下 关掉先 所以呢,还是一样了 亮桶呢,跟机器屏其实是有差不多一样的 它是差不多一样 就只是呢,机器屏的话 它是两边口 它都是弯出来的,看到吗 然后它没有那些两液体的那些线 然后底座是一样的 而是呢,亮桶的话 亮桶的话呢,它就只是一边有弯出来 然后一边是直直 一边直一边弯 然后呢,就是会有这些 帮你测量液体的那个线 然后下面就是会有底座 OK,因为它就是用于量取液体的体积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shape就是这样 会有一边就是吐出来 就是让你倒液体 所以,sorry,忘记放它的名字出来 就是类似这样 量桶,measuring,cylinder measuring,cylinder 所以呢,在你们的那一个物理那边的话呢 你们就是应该是已经开始学到测量的那个部分 OK,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长度的话,我们就是用尺咯 然后液体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会有一些些方法来帮我们量那些液体的体积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解面图 所以这个我就不拖那么久了啦 OK,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部分 除了量桶以外 好,所以机器瓶跟量桶啊 其实我在这里我就说给你们哦 OK,所以你可以看到机器瓶的口 然后跟量桶的口 一个是你看量桶它一边是有弯出来的 然后另外一边是纸纸的 然后量桶呢,你看它两边都是弯出来哦 OK,它吐出来啦 吐出来的意思啦 OK,然后呢,看到下面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机器瓶 另外一个就是量桶 这是机器瓶,这个是量桶啦 给机器瓶是没有那一个量的那个线呢 sorry 哦,机器瓶是没有那个量的那个量液体的线啊 OK,OK,可以 好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OK,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一些些其他的那些仪器了啦 所以这里的话我其实是会比较快一点啦 毕竟其实考试其实是不太喜欢会出来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catch不到这一些的话呢 你其实是可以再翻阅我的那个gc里面的slide咯 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你是可以私底下自己去操跟画的 OK,所以呢,我就在这里讲解一下啊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玻璃中罩 OK,bell jar Bell jar,其实呢,它的那个用途呢 就是用于观察物质在静止空气中的变化 就是说,halo testing 因为internet unstable啊 所以呢,其实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关起来了 不要让外面的那一些空气影响我们这一个里面的实验 因为毕竟有些实验呢 比如讲一些些的物品的化学反应啦 它其实是不要,就是尽量避免被空气影响它 等等之类的啊 所以过后其实是你们有机会去碰到的 然后水这一个就是bell jar咯 就像一个中灶这样咯 所以上面一粒就是给你抓着的 所以除了这一个以外呢 我们有玻璃中罩,bell jar 然后它的那个截面图是这样 就观察在静止空气中的变化 除了这一个以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种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这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 所以需要你们写下来 OK,取景正夹和夹子 OK,取景正夹跟夹子 取景正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只罢了 重复一次啊 取景正夹呢 就是这一只罢了 OK,这蓝色图片 夹子是讲什么呢 这个绿色的图片 OK,所以它们这两个呢 其实就是一set的 好,它们其实是一set的 所以在你们的截面图那边呢 我们就是画一set OK,画一set OK,画一set 所以呢 它的那个截面图这里呢 其实你下面有多一条线 也不用紧的 OK,这个啊 如果你不小心画一条线出来啊 不用紧的 可以的 OK,然后旁边这一个长方形呢 如果你画粗一点的话 也可以的 所以这个夹子 取景正夹和夹子呢 其实它抓了 它没有抓到这么严啊 OK,所以呢 你这个长方形呢 你可以画粗一点 然后下面呢 其实你可以画一条线的 OK,这个你可以连着 你可以粘着的 你看,你可以粘着的 不用紧 OK,所以呢 这个取景正夹跟夹子呢 它其实就是要让它夹着那些室管啊 或者是大室管啊 或者是一些些的玻璃瓶哦 你看,因为不可能 有时候你要烧这一些大室管的话 你不可能用你的 就是你的手抓着那个室管 然后点燃的嘛 所以其实你就是要这些夹子 夹着它 然后你就用火烧它 OK,如果你用手抓着它的话 你的手会受伤的嘛 或者是有时候你不够手嘛 所以呢,你就需要一些些东西 夹着它在半空中咯 就要夹着它在半空中咯 OK,所以呢 你夹着它在半空中咯 然后你下面再多一个本身灯哦 烧着它咯 就是这样的意思 OK,所以呢 我们其实就是要装置和固定 其他的仪器的 看,就是固定它在 某一个角度上面咯 所以呢 它的这一些呢 它其实是可以adjust的 可以拉上拉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开关 OK,可以拉开拉关 拉上拉下 拉左拉右都可以啦 所以这个它是有一点点 flexible的啊 所以呢 英文是叫做retort stand and clamp 不是那一个 背壳那个clamp啊 OK 因为有些那一个 英文字呢 clamp啊 有时候它会是那个背壳啊 所以不是那个啊 所以我们叫retort stand and clamp OK嘛 所以这个有asteric咯 所以需要你们注意啊 这个 因为考试喜欢出 哦,所以除了这一个以外呢 哦,装置和固定其他的仪器啊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下一个 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哦,所以刚才就是跟你有讲了哦 因为太多东西啊 所以我不可能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收给你的 OK,毕竟不可能就是如果有一千个的话 我不可能收给你一千个到晚的嘛 哦,所以我就只是抓一些比较 特别的了啦 OK,所以呢 这个呢 你可以水灶 OK,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water trough OK,所以其实它就是要用来排水机器 所以有些的东西呢 我们就要用水来收集它啦 你看 我们就要用水来收集它 只是 这一是怎样的用法呢 这个其实是大概是在除二那一边 你才会学到啦 就只是给你们知道 有这一个仪器罢了啦 就像个一个盆这样罢了 好,就像个一个玻璃的盆 你看,所以这一个water 很小的 啊,很小没有哦 蛮大一些 小的 哦,水 什么 什么事 我以为 我以为只是 我以为这样拍哦 就是很小的 可是它是大的 啊,对,很大的 像一个盆这样啦 像一个 蛮大的一个盆啦 所以它 它其实不是小小哥吧 不是你手掌这样小哥哦 它可能就是大概是这样大 大概啦 哦,大概啦 就是你看我screen 它大概是这样大啦 ok 所以就像个好像你的一个电脑的荧幕 这样大啦 大概啦 其实它也有size啦 哦,它不是固定的 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咯 ok 除了这一个以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 啊,这个呢 就是它的setup啦 你可以看到哦 啊,下面它就是放这一个 水灶 然后呢 它有一个电笛 然后上面就放一个集气瓶 哦 所以呢 这整个process 我们其实是叫做排水集气法 因为它用水来收集一些 气体 哦 比如讲二氧化碳 哦 就是比较难融以水的气体啦 啊 对对对对那些作业步 其实是要做完的 只是如果你真的来不及做呢 你就 大概 你就尽量啦 因为我其实我下个礼拜我会讨论哦 啊,我下个礼拜会讨论哦 啊,我其实不会 不会 我会给你们两三天的时间去做的 啊,如果你真的来不及做的话呢 没关系啦 OK 到时候我会讨论的 啊 你就记得把我那些笔记啊 写下来就可以了啦 那些重点呢 写下来就可以了 哦 然后过后你来自己温习过多一次咯 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些都是它的那个装置啦 啊 OK 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 这个旁边呢 其实就是那个 那个取景真夹跟夹子啦 你看啊 它夹着那一个大使馆 然后本身灯烧着它 哦 然后又一个管道 啊 又用水灶 然后又机器瓶这样setup咯 哦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啊 就是有很多个仪器组成啊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呃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也是需要你们抄下来的 就是三脚夹 啊 三脚夹 tripod stand 看到 三个脚 OK 就是in case 你没有那个取景真夹的话 跟夹子的话呢 你要怎样让你的烧杯啊 还是你的烧瓶啊 垫上去呢 其实我们就用这个真 啊 这个三脚夹咯 OK 它就只是要让你的那个东西固定在半空上 然后下面才可以放一个本身灯啊 就类似这样 哦 所以呢 它就是用来支撑加热物品 OK 物体 因为毕竟取景真夹跟夹子呢 它能夹的东西啦 有时候就只是比较轻 跟比较小割不了 至于那些比较重的东西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是需要这些三脚夹 啊 比较重的啦 OK 所以它就只是 它就只是纯粹就是一个支撑哦 嗯 啊 哦 因为毕竟你烧了一样东西呢 它其实这一个仪器它会变得很热很热很热 所以你不可能用空手去这样抓着它的 这个是会伤害到你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些东西来帮我们啦 你看 它就只是纯粹是一个支撑的作用了 好 所以我们叫三脚夹 tripod stand 然后支撑 加热物体 它不是 你画截面图的话呢 你不用画三只脚啦 两个就可以了 好像一个灯子这样就OK了 好 两个一个灯子这样吧 啊 所以就不要画三只脚啊 就画这样 就可以了 OK吗 哦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吧 了啊 OK 所以除了这一个以外呢 三脚夹的话 我们其实我有20多个 所以我才讲咯 就是要 就是有些的我就是会skip skip过啦 OK 所以除了这一个以外呢 我们还有干锅 OK 干锅 其实这个干锅的话呢 他就是用那一个陶瓷做的 OK 他很耐热的 OK 所以干锅的话一样咯 你烧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用你的手去抓着他啦 除非你是superman咯 呀 或者是那个wonder woman咯等等之类啦 OK不然的话呢 你去抓他的话 你的手会受伤的 呀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夹来夹着他啦 OK 所以干锅就是类似这样 有盖 然后又有一个容器啊 用来加热一些些的固体 means that 我们就加热到这个 有时候加热到这个固体 变成液体去 烧到它融为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干锅 它的耐热的程度是多么的高 所以means that 就是里面的温度就是很高很高很高 很烫很烫很烫那一种 所以呢 就是不能用空手去抓啦 OK 所以这个就是干锅 其实就很像滚好的水这样 哪一个 滚好的水这样 刚滚好的那个水 你这样用这个来烧一个东西烧到很热的那一种 是很像那一种猪豪 刚猪豪水那一种 超过都有可能 有可能会超过 因为如果你用本身灯来烧它的话 那个温度并不是100度罢了 它持续一直增加的 可能超过两三百度都有可能 所以刚才我就是讲了 烧到那个固体变溶液去的话 变成液体的话呢 那个确实是很高很高温的 好 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OK 所以除了这个干锅以外呢 这个是干锅夹的 就是给它夹着干锅咯 主要这个干锅以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蒸发明 一样的啦 速度快过speed of light 就会变成红色 这个这个过后我才来回答你啊 这个 你是讲那个物理那边啊 速度啊 这个这个我过后才来讲啊 OK 现在因为我先上完这个 这个你们的生化部分先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蒸发明 OK Evaporating dish 它其实就是要蒸发一些液体咯 比如讲你的盐水啦 你的盐的水 就是你们在家吃饭的那些盐啊 如果我们溶结于水里面的话 你要怎样分开它们呢 所以我们就用蒸发明 OK 然后你一直烧哦 烧到那些水完全蒸发到完了 你就剩下那个盐咯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仪器来蒸发那些 盐啊 比方说啊 所以它截面图就是一个类似 好像U shape这样的 OK 它就是用来蒸发 就分开一些些溶液咯 比方说刚才我讲咯 盐水咯 我们要怎样分开水跟盐的话 你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啦 OK 烧到那个水完全蒸发到完全不 然后剩下盐嘛 所以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用陶瓷 所以呢 它也是很耐温的 通常陶瓷都是很耐温的 可以耐到很高很高的温度啦 所以蒸发液体 蒸发明 Evaporating dish U shape 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再接下来另外一个 你看它的setup就是这样 三角夹 放一个本身灯 然后呢干锅在上面咯 只是呢 有时候我们会放一些些的那个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出现的就是没有在我们课程范围里面了这个我们叫泥三角了这个也是一样用陶瓷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那个仪器不只是这几样 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种所以一时都讲不完 你看 就是你看 蒸发明是这样咯 然后干锅是这样 干锅其实是小小力不了 OK 就像跟你一个小小的手掌心这样可以抓到了 然后蒸发明也是一样小小力不了 因为做实验嘛 实验的话通常我们 用的那些化学用品其实是少少不了 所以你不需要用多 用少不了 所以你看全部都是给你耐温的 你可以看到本身的蓝色的火 你都知道蓝色的火是非常的烧哦 非常的烫哦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啊 OK 它的setup 所以呢 就是刚才讲的咯 所以呢 last这个等一下我就是会开始讲一下你们project啊 所以last这个啊 追星屏 conical flash OK 这个呢也是一样咯 需要你们抄下来 OK 所以震荡用的容器 注意行屏 conical flash OK 画法就是这样 你看到有很多个仪器呢 它们的画法 差不多就像跟试管这样 只是它下面就多了一些东西咯 OK 所以追星嘛 所以你就画类似好像三角形这样咯 只是它旁边呢 你就是要凹进去啦 就是凹出来这样的 凹着啦 就凹咯 不要画尖尖啦 OK 你追星屏 不要画尖尖啦 就是画了有凹出来的 就是一般般圆形这样的 这样 所以就类似这样的啊 对这里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便移震荡用的容器呢 其实就是 就是上了大学啊 有时候啊 他们就是要去培植一些些的细菌嘛 所以呢 他们就是 用这个追星屏 然后放在一个 一个machine上面 然后让它一直摇 摇到一整天咯 摇一整天咯 来培养那些细菌啊 OK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追星屏咯 用这一个 给大家看